BNT疫苗抵台之後 接下來有一個很大的關卡 那就是該怎麼樣保存這個疫苗 因為它必須要再負70度C 也就是超低溫的情況下 它才能夠保存維持效期是6個月 可是接下來都必須要送到各個縣市 那該怎麼樣來保存這些疫苗呢 最後指揮中心是同意 用2到8度C的車子來運送 可是這樣一來 效期也從6個月直接下滑到1個月 另外一部分是這些疫苗 它們在封肩的時候 必須會解凍至少一次 那這樣子開啟冰箱 一定要在60秒內就要關閉 而關閉後也要等待28到30分鐘 才能再開啟第二次 這樣子一來呢 如果沒有做到的話 恐怕這些疫苗就會有失溫的危機 所以現在有些專家建議說 應該要有一個第三方的人 來盯這些動作 確保這些業者都有好好做到 不過接下來還會到學校施打 因為這些BNT疫苗 他們離開冷藏設施之後 要在6小時內就要打完 可是地方政府其實呢 每個地方的冷鏈設備 是参差不齊的 有些地方恐怕沒有這麼大的容量 可以來保存這些疫苗 另外是到了學校之後 學校也很難有這些設施 可以來保存疫苗 接下來還有一個危機是爆倉危機 因為假設真的在11月份的時候 BNT疫苗可以如期750萬劑都抵台 那這樣子一來 還有其他的流感疫苗要施打 甚至是高端也還有庫存 就擔心說這些疫苗的保存 可能倉庫也放不下 請訂閱按讚分享TV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